塞尔达 王国之类现在已经解禁了 相信在座有不少玩家已经玩上了吧 那我也是早早就买了数字本 游戏一出就马不停蹄的干了起来 不过我玩游戏和很多人不一样 我不仅是玩 我还特别在意性能 这次的王国之类诞生在一个有点青黄不接的时期 就是Switch已经进入生命周期的后段了 这台17年推出 用着15年硬件的掌机 放到今天已经是六七岁的高龄了 期间还从来没有出过性能升级的版本 只更新了一次工艺制成降了降功耗 看过我们SoC PK排行榜的同学应该知道 Switch的硬件性能甚至还不如今天的终端手机 那这套过时硬件到底还玩不玩得动 王国之类这种2023年的第一方大作呢 我也是做了一点性能测试 一起来看看吧 我是在最新的16.0.3的系统上玩的 游戏是首日补丁1.1的版本 这一代的王国之类继续使用了旷野之息的引擎 画质上讲 王国之类在一些图形细节上做了小升级 比如云雾 还有使用AMD的FSR1.0来增强了画质 但其实论画面观感 王国之类相比旷野之息的变化并不是很大 甚至很多场景下 你可以说王国之类是比旷野之息更糊的 因为我们实测下来 它的分辨率普遍比旷野之息更低 旷野之息在底座模式下的目标分辨率是900P 但是动态分辨率会降低到最低800P 通常会运行在840P左右 而王国之类我们测下来 虽然它的目标也是900P 但实际玩的时候平均只有744P左右 最低最低我们记录到680P的分辨率 我们挑了压力比较大的卡拉利克村来对比 左边是旷野之息的底座模式 这个时候跑到了800P 右边是王国之类 这个时候是720P 得益于FSR的使用 这个720P可能看着也没那么惨吧 甚至画面锐度比旷野之息还更锐一点 这个上彩样真是帮着大忙了 但单纯论图形负载 王国之类是显著要更高的 底座模式姑且还算乐观 但是掌机模式就有点蛋疼了 上一代旷野之息在掌机模式下 是以720P为目标的 实际最低跑到632P 普遍是跑在680P左右 而这代王国之类掌机模式平均只有600P出头 最低更是调到540P 而且跑540P的场景还挺多见的 像我们这儿的卡拉利克村的对比 就是只有540P 和上一座同场景的632P 你对比一下看起来确实要更糊一些吧 其实你静态去看可能还不是最明显的 我给你放一段掌机模式的开场白你就明白了 嗯有种3DS的美啊 这么低的分辨率最大的问题就是闪烁感 尤其是快速运动或者是经过阴影和直背的时候 你会觉得整一片都在闪 这点还是比较难受的 另外这次的王国之类也采用了和异度之刃3 类似的智能动态分辨率 比如画面动起来的时候 它的分辨率会降低一节 LOD也会做出调整 而当你停下来的时候 分辨率和LOD都会恢复到比较高的水平 它用这种方法来降低图形负载 缓解卡顿啊 动态分辨率这个东西 主要还是为了确保帧率稳定 应该说王国之类在帧率方面 情况是要比它的分辨率确实好一点点的 尤其是1.1首日补丁之后 多数场景还是可以稳定30帧玩的 但这并不代表它就不会掉帧了 最常掉帧的一个情景就是在使用这一作的新加技能 比如说究极手 当我用究极手的时候 就经常先是分辨率暴跌 然后就出现掉帧的情况 这些技能会用到大量的粒子特效 加重GPU的负担 还有就是极端天气下 或者是复杂场景下也挺容易掉帧的 偏偏王国之类还比前作更多的会遇到这两种情况 比如像这一作的利特村就被暴风雪给覆盖了 而卓拉领地更是出现了天上吊达变的奇观 我告诉你 这个达变可知性能 我把这儿清干净之后 帧数分辨率都高了一大截 卡卡利科村就更不用说了 在旷野之西里就会掉帧 王国之类只要稍微下点雨 那是非常容易掉帧的 总体看下来 王国之类的帧数同样是没有旷野之西来的稳定的 只不过差距没有分辨率那么大吧 毕竟Switch上的这些动态分辨率的游戏 它都是先降分辨率 分辨率实在降不下去了 降无可降了 再开始掉帧呢 考虑到Switch的机能也算可以理解吧 关于掉帧呢 我还想多说几句 和很多的游戏不一样 塞尔达的掉帧感知是很强烈的 因为不管是旷野之西还是王国之类 都启用了双重缓冲的垂直同步 这意味着它只要性能不满30帧 就会立刻给你锁到20帧运行 等于你稍微给点压力 都会让你的帧数突然陷在20帧 这种一刀切的跑法如果性能稳得住还好 但像现在这样不太能稳得住的话 高压场景的体验就比较糟糕了 可能本来我能跑个26、7帧呢 你也给我限到20帧去运行 对吧 我觉得还不如30帧以下就别锁帧跑了吧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隔了6年的时间 王国之类的性能表现 反而没有旷野之息好呢? 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一点 就是场景和天气的更加多样化 不管是暴风雪还是屎山还是别的什么 更重要的一点是地图规模的大幅增加 王国之类这一作在天空中增加了大量的空岛 地底下也挖了不少坑 等于你原来只是一大片陆地 现在天上地下整个立体的空间都得做 对吧 天上多了这么多的岛 哪怕开发者在LOD上花了功夫去优化 总归还是得渲染的吧 这对于Switch雷弱的GPU就提出了不小的考验 而且你要考虑到 这么立体的一个天空地图居然是无缝加载的 你从天上多少万米的高空跳下来 都不用去等待 是真的开放世界啊 另外整个游戏里我遇到卡的地方 基本上通过超频GPU和内存都可以恢复流畅 尤其是内存 毕竟是作为显存用的 默认的带宽是非常受限的 而这四颗低频A57的CPU本身倒是没有太多的瓶颈 开发者还是花了不少功夫去优化游戏的 只能说Switch的机能实在是被炸得一干二净了 要想支撑更多的地图创意和想法 这一点点性能确实是不太够了 哎呀老任前两天的财报会还说呢 一年内都不会出新掌机的 听得我们这些玩家说是脑壳疼 其实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10年11年当时的《异度之刃》和《天空之剑》这些作品登录无意的时候 那台主机只有2000年PC的性能 考虑那会儿10年间的PC性能跨度 情况甚至是要比今天的Switch还要离谱的 不得不说 不在乎性能这件事情真的是刻在老任骨子里的 行吧 我就简单做个视频来聊一聊玩国之类的运行性能 游戏本身绝对是神作 尤其是喜欢动脑子的同学 这一座的揪集手和左拿屋装置的加入 可以让你有一万种方法解决问题 当你用自己想出来的野技办法过关之后 你的成就感绝对是爆棚的 但是这个过程中你就可能会遇到一些低分辨率 和偶尔调增的问题了 如果你能接受这些的话 还是很推荐大家玩一玩玩国之类的 好了 你要是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长按点赞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也别忘了关注极客观的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看看我们的各种周边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